北京时间9月27日,中国女排正在杭州备战亚运会的比赛 本次赛事,中国女排的目标就是要拿下冠军 毕竟奥运资格赛,中国女排打得一塌糊涂,辜负了球迷的信任 最终没有拿到一张直通巴黎奥运会的门票,这也让球迷很失望 所以说,紧接着开打的亚运会比赛 中国女排一定要全力拿下冠军 只要拿下冠军,就可以赢回球迷的支持 更可以树立球队更强的信心,拿到新周期的第一冠 其实在这次奥运资格赛上,可以清楚发现 33岁老将丁霞确实脚步明显慢了 很多时候在处理球的时候跟不上 个人竞技状态直线下滑,几场关键的比赛 丁霞出场表现却是不尽如人意 甚至成为了中国女排输掉比赛的因素之一 很多球迷也在呼吁中国女排应该培养年轻二传手 应该让新任上位,一味的透支老将 这样的做法,中国女排是看不到未来希望的 丁霞自己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 肯定也懂得自己身体状态的下滑 所以说,她在自己33岁的年纪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和决定 是否会选择退役呢? 毕竟中国女排无人直通巴黎奥运会 让丁霞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大家也都等待着丁霞的一个态度 毕竟到了33岁的年纪 其实女排队员在这个年纪 很多都已经退役了 像张长年26岁就退役了 所以说,丁霞如果突然做出退役决定 也不会令人意外和吃惊 而就在女排奥运资格赛结束之后 杭州亚运会正式开打之前 33岁的老将丁霞面对记者采访的镜头 也宣布了职业生涯重大的决定 丁霞表示,想去国外学习 目标想打巴黎奥运会 这也意味着丁霞暂时不会选择退役 而是不断提高对于自己的要求 通过海外高水平比赛 不断提升自己的竞技状态 争取让自己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然后帮助中国女排取得理想成绩 但随着丁霞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 也让中国女排球尼都感动了 看到了丁霞不满于现状持续提升的向上态度 更看出了丁霞渴望帮助中国女排的雄心壮志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丁霞可以在新周期兑现承诺 接下来也会踏上刘阳之旅的丁霞 会实现华丽蜕变 蔡斌也看懂了丁霞的这一份积极的态度 批准了丁霞未来刘阳的决定 并且全力支持丁霞 未来也会持续关注丁霞的状态 只要能力和状态允许 相信丁霞一定会出现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之上